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untry Hike CHSB 这个是我YouTube Channel 双剑论股的一位Channel Member 所问的股 我们就来看看下 它近期的就很热门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一个法庭的消息 导致它股价就来了一个Limit Down Limit Down几次之后 到多少钱? 大概是半毛钱左右 它曾经就上到两块半嘛 所以就有很多人就说 就想到是不是便宜啊 现在是不是可以老啊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时常都是听到这些东西 呃 我觉得这个股当它这边在 它在2月多的时候就上涨一轮嘛 一块钱上到两块多钱 啊 那时候我也是说 哎小心啊小心啊 这边的时候 不要去追啦 呀 这个股 没有什么 基本面的 ok 但是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 然后就这下来了 如果那时候 这种股呢 你会买不会卖的话呢 肯定是会被套的 呀 呃 看回我的 那个playlist 那个什么 庄稼抄盘数 里面有讲很多这些类似的股 所以你看一下它之前 两 呃 一块多钱上到两块多钱的时候 这个 之后 满的人 现在就打回 这边就打回燕心了 然后呢 就有很多人呢 这边呢 就筹码嘛 就觉得哎 呃 这肥它原本 它是从一块多 上到两块多的 这样现在这肥一块多 是不是便宜啦 这边看这边是很多人买了它的嘛 很多人买的 呀 因为大家就认为呢 它可能 很大可能呢 就会重复历史 重复这一段历史 就是继续往上涨 呀 很多人认为啦 呃 但是老实讲啦 它这个往上涨的时候啊 之前是没有套牢盘的 这一段历史 你买的时候 你要朝往上涨啊 这样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肯定会卖给你啦 ok so 它就肯定没有这么容易上去的 呃 so 很多人就很多 但是erny号呢 很多人买这这价钱 很不幸的 又出了这个消息 就倒下来了 这样 这些人呢 同朋友呢 就全部中套 全部中套 ok 现在又有这个问题 现在可以买吗 老实讲 你看这边 这个筹码又开始在累积了 啊 我们把它靠近来来看一下 你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这个筹码缝 比较叫筹码缝 呀 意思是说什么东西呢 这边满路的朋友呢 就希望他最少会上飞这个位置啦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边位置的人呢 他们肯定也会解套的 你说 诶 终于我可以解套了 终于股价上回来了 这个也是 呃 呀 so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 呃 筹码缝 可以可以进场 我就讲啦 这个 其实就是赌博来的啊 如果你 买少少 小赌疫情 这个OK啦 拨好一个反弹 啊 如果你是 all in的话 就避开吧 呀 我是觉得 这种股呢 我是会避开啦 因为没有什么基本面的 呃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方法 如果你 对技术分析 很有研究 拨个反弹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我们再把它看随一下图 如果我把它看成大概是 四个小 呃 一个小时 嗯 看到吗 很多人在那边收啊 但是它还没有 但是它还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就突破这个交回大概0.86 突破0.86之后再看吧 如果你要抓反弹的话 呃 呃 这个突破之后 还有机会 没有突破的话 不知道 呀 0.86 再看看下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分享 我个人呢 是 未避开啦 呀 当然每个人风险不一样 呀 你自己的工作自己做 谢谢大家